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圈的话不是编完了吗?编完我们开始做下一圈,下一圈的话我们做的是都是那个四连珠,也就是说我们开始编这个侧面,这个南瓜盒的这个侧面,侧面的话都是四连珠,然后只不过其他的都一样都是四连珠,只不过到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要变一下颜色,这里的话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把它就是这样子,我习惯性反手,我们大家本来线是在这个珠子里面,然后我们这样拿,把它反个个儿,好,反过来把这个线的话现在对着自己,带线的这颗珠子对着自己。 好,然后我们的话又先穿一颗眉红的,那个一颗黄的,再用一颗黄的刀。 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这一圈的话,它那个珠子不是说每个珠子都是一样的方向,像这个珠子的话,它就有点往里斜,然后你编出来珠子,这四颗珠子注意一定要成这种,就是说这种紧挨着的这种情况。 然后它要往哪边斜,你就让它往哪边斜,每一颗珠子斜的那个方向不同,你就让它编出来的这个四连珠,它斜的方向也不一样。 你就根据下面的珠子的方向来定上面珠子的方向。 因为有些人说编出来是歪的嘛,其实不是歪的,你看,像这个的话,你就折线过一颗珠子。 过了这一颗珠子之后,然后我们右线,这里的话,中间这里都穿黄色的,右线穿一颗,用一颗珠子刀线。 编出来这里会凹进去,发现了吧? 你看,就像我们这里一样,它这里会凹进去,然后这个的话又是平的,这里又会凹进去,又是平的,凹进去。 它这个南瓜盒出来就是这种效果。 首先再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珠子刀线。 左线再过一颗 像这中间这黄色的部位 它就都编黄色的就行了 右线穿一颗用一颗倒线 我的话用简便方法编了 我习惯用这种的比较快一点 大家的话没有编的话 你不会这种方法编的话 就还按我们左线穿一颗右线 用一颗珠子倒线 注意你看凹进去 然后这个拖出来 然后这个是平的 这个是平面的 这个又往里面写 等一下下一个又往外面写 这样子的 等你编出第一层出来 然后它基本上就有形了 然后你编第二层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都是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珠子倒线 一颗椰子就是这样子 一颗乾火 複装 后会放参佛 一颗 好 像比较 新南瓜河没什么难的 就是说那个换 换颜色的地方有点 跟大家讲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不难都会编 好大家看 这是我编的这一这一片的 这倒数第二颗黄色竹子 这第一颗第二颗 然后我我看一下 我们是从那个 还还继续做黄的 现在还不变颜色 到了倒数第一颗黄色竹子的时候 过完线就要变颜色了 好大家看 这中间我看已经编了 一个两个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一共七个四连柱 带着第一个带着第一个带了一个红色的竹子的这个四连柱 一共七个了 七个然后我们看这里到了这最后的一个 最后这一个黄色的 我们来左线过一颗 把最后一颗黄色的过线 好 这里的话我们要变换颜色 就是右线穿一颗黄色 用一颗红色倒线 我这简称红色了啊 就不说没红色 桃红色了 穿一颗黄色 然后用一颗 红色来倒线 好 大家注意这个位置了 好 然后这里面的话怎么编 然后我给大家做个 说一下 这里面这个话都是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红 用一颗红倒 好 有油 有油 phones 帮着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们猛 视频的话我都会做的稍微慢一点 大家就跟上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的QQ81007485 或者的话加我的那个微信 微信是那个zy 也就是张宇 就是我的名字 张宇的那个拼音的大写字母 首个大写字母 zy660760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几个红色的这几颗珠子都过完了 一共四颗嘛 四颗剩下这最后一颗还没过线 然后我现在过线 过最后一颗 然后还是用拿一颗 右线穿一颗红的 用一颗红色倒线 好了 这个位置的话 就编过去了 然后左线过一颗黄色 右线穿一颗黄色 用一颗黄色倒线就行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花形就是这样子变颜色的 大家看好了 穿到最后 这个黄的穿完之后 穿过了最后这一颗黄色之后 我们右线穿一颗黄色 用一颗红色来倒线 当这个红色的穿到最后一颗的话 我们右线还是穿一颗红色 用一颗红色倒线 然后左线过黄的 后面就都穿黄的 都穿黄的 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左线过这一颗黄的 右线穿一颗黄的 用一颗红色倒线 然后穿到这里的话 左线过了这一颗红色之后 我们右线穿一颗红的 用一颗红色倒线 然后再过黄线 然后后面都是穿那个黄色 到这里的话 和前面步骤是一模一样的 这的话我就只讲到这么多 然后大家的话 把这里这五个 剩下的这几个编一下吧 没明白的加我QQ问 好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话这一圈 已经编到 这一圈已经都是四连中 已经编到最后这一点点了 好 下面把最后这一点点编了 收尾的话大家应该都会了 但是呢 我还是要 给大家强调一下 来录一下这个视频 因为那个 像我们这个 我这个视频的话 它不单单是针对于 那个就是说会编珠的 主要还是针对于那些 就是新学穿珠的 他们不会编珠 编这个穿珠 有些地方的话 还是不要嫌我啰嗦 大家会的人呢 不要嫌我啰嗦 不会的人呢 就仔细听一下 然后学一下 我希望的话 每个人看了这个视频 然后都能够 很容易很简单的穿出来 好 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说你这样看不清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样弄弄起来 把它弄平 然后这一圈的话 我都是四连珠 看一下 四连珠 然后穿完穿到这个位置的话 穿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最后收 收口 风口的时候 总先过两颗 就把这一颗红的 和这一颗过了 好 然后用一颗红色 倒线就行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的开始做上面一圈 上面一圈的话 看一下 下面一圈的话 我们又开始变换颜色了 先穿一颗红色 一颗黄色 再用一颗黄色来倒线 好 首先过一颗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都是黄色的 就先穿一颗黄 又一颗黄色 倒线就行了 好 然后左线再过一颗 然后再用一颗小骇抹 再用一颗 再用一颗的镅 champion 放开 装的 再用一颗 装的 яж得 好 这下面的话就都是黄色的 线不够了 我可能要接一下线 大家就都做黄色 一直做到这个倒数 这第二颗这里 我接一下线 我这个的话已经接好线了 然后我这个穿到这最后这一颗黄色该过线了 看一下 然后我过最后一颗黄色的时候 上面的珠子还是穿黄色的 好 我过完线了 好 我过完线了 好 然后我们左线过一颗红色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右线穿的珠子要变颜色了 也就是说和这边一样 穿一颗黄用一颗红色倒线 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红倒线 好 左线过一颗红 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色倒线 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色倒线 左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色倒线 右线还是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倒线 好 大家看 这是走到最后的这一颗红色了 我们该过线过这最后一颗红色了 这时候我们左线过一颗红 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色倒线 左线过了这颗红 然后右线穿一颗黄 穿一颗黄 然后用一颗黄色倒线 好 大家看到这第二层的这个位置怎么变颜色了吗 然后这后面的话就左线过黄 用黄色倒线 一直到这个位置的话 到这个第一颗红色的位置的话 你看 像这 到这边的话 和这边一样 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红色倒线 当编到这 过了这个红色的这最后一颗珠子的时候 我们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倒线 和这个位置是一样的 大家就按照第一种方法 把这后面 好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侧面的这个第二圈 侧面的第二圈已经编完了 编到这个 再到这个最后封口的地方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那我还是两颗珠子没有过 所以我再过一颗珠子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红色 用一颗红色倒 好 到这最后的这一颗 我们左线把它过了 过一颗珠子 然后再把这个侧面的侧面的这一颗也过了 一共过了两颗珠子 好 然后直接用一颗红色的刀线 这样就行了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开始编那个第三圈 第三圈的话 我们可能要加点颜色 嗯 这里的 嗯 第三圈 我看一下哈 大家一定要保证你的第三圈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说我的 我穿的珠子 如果你按我这个方法 从头到尾做下来的话 应该是在 线应该就是在这个珠子这个位置 好 然后我们右线 穿一颗红色 一颗黄色 再用一颗黄色倒线 这个就是到了 这个就是这个花形的结尾了 好 然后我们数一下这个花的这个 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哈 给 给你看一下你就明白 这个我们现在是编到这个位置 这里加了最最后一颗红色的 嗯 它到这个 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 黄色的这个部分 正中间 你看 这个部分的正中间 开始我们又做了一个这种倒着的 跟这个花形是倒着的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我们到中间的话要加颜色的珠子 好 我看看是几个 应该是做到一二三四 第五个的时候开始加 好 然后我们就是说做一二三四 过这四颗珠子的时候 我们都做的是黄色的 过第五颗珠子的时候 我们加两颗那个红色的 好 我们来做一下就知道了 看 我们现在过第一颗黄色的珠子 首先过一颗 首先过一颗 由先穿1颗黄 用1颗黄色的倒现 首先过一颗再过一颗 最后再过一颗 直接就穿1颗黄 用1颗黄色的倒现 更多 切得 соблю Doch & 就是 tienen黄色的黄色的黄色 首先再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黄 一颗黄色倒线 右线穿一颗黄 用一颗黄道线 好 然后